我吃素,ok? 这一年的时间我吃素 我就是这样跟关西普的老婆 好啦 胡罗马回来之后呢 我就真的是开始吃素 因为在返回期间我们也是一直在吃素 一直在吃了一个礼拜 我就真的是吃素 从我吃素 许愿,年金放生 三个月 我给你们看我皮肤多糟糕 很丑的,真的很丑 你们可以打这个是好的 不,这是发的很厉害的 这是好的,你们可以传过去看 三个月之后呢 我的皮肤呢 我自己也忘记了 我的皮肤竟然自己慢慢好了 你懂我的皮肤多糟糕吗 我这个脚全部一粒一粒的 然后生龙,然后是流血的 然后呢 连药也帮不了我的 是因为我念经了 然后我怎么念呢 我的小房子 我是写金针处 我是写糖粒的妖精者 然后我挂鼓 我写子宫和皮肤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子宫瘤的 其实我这次我的收获很大 怎么说呢 其实我本来我只是想到要医我的皮肤病 但是无形中连我的子宫也也好了 因为呢 在十一月的时候呢 我被检查出我的子宫瘤有四个cm 这么大 但是两年前我是八cm的 我是做了一次手术的 但是他两年之后 他又回来是四个cm 所以四月份的时候是四个cm的 然后呢 在我吃书那段时间 时间念经 在我六月份的时候呢 我皮肤好了嘛 对吧 回去马来西亚呢 我又做个身体检查 我想知道我的子宫瘤怎么样 怎么知道 医生跟我说 哎 你的子宫瘤是1.1cm 1.1 它是竖小的 所以我是很惊讶 为什么 这个是无形中我的收获 好吧 然后我想 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故事 我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 其实说实在话 在我皮肤好 就是前前后后三个月好呢 你说我是100%相信心灵访门的吗 没有 这个很坦白 我呢 只能去到95%而已 95%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菩萨 我还没有感觉过 我只是跟这个方法走 所以我 我还没有完全相信那个 那个power在里面 我觉得可能 关心菩萨妈妈 她知道 我当时也没有佛台的 我只是 就是 点心像而已 然后呢 只是去美国 我觉得关心菩萨妈妈 她可能真的知道我的想法 只是去美国呢 我真的很大的收获 我 我真的很感恩 我记得我们有两个站 第一个是站 第一个站是在三番市 第二个 第二个站是在纽约 我很清楚的知道 第一个站三番市的时候呢 师傅进来 我们在法会的时候 师傅进来 然后我们全部人都要跟师傅一样的去供 在我第三次供的时候呢 我突然感觉到 我全身很热 然后呢 我旁边有浓郁浓郁的弹香味 这个弹香味 不是那个佛台的弹香味 完全不一样的 我感觉到 我突然感觉到 怎么怎么说呢 我感觉到 关心菩萨妈妈很慈悲 然后我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很多很对不起 关心菩萨妈妈事情 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对不起 就是 无论对朋友啦 对家人啦 就是做了自己做的很不对 然后我就一直哭 哭哭哭哭的很伤心 当然我没有哭的嘶哩巴啦 我只是觉得 我感觉到 原来 当你闻到弹香味的时候呢 你身体会热 热了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 做了很对不起的事情 觉得关心菩萨妈妈太慈悲了 然后呢 我就可以 我的意思中 我感觉到 关心菩萨在我旁边 他真的是在我旁边 我看不到 但是我知道他在我旁边 后来 我还记得 师父当天 当天的时候 他跟我们开试完之后呢 他就跟我们说 好了 现在 因为我没有时间跟你们 看每一个人 我就大概用我的眼睛去掃你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们身体比较有问题的 我就把它说出来 好 哎 我很幸运 我这样子被第一个被师父说的 他说 他说 你呀 少姑娘 他讲 你呀 要把感情放下 你呢 就是 有感情有过 到过就算了 你要选配放下 他一说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哭了 因为他都 你看台长多么厉害 他一说就说到我的心坎里面去了 所以 我就觉得 当当那一刻 我就跟师父 解到气了 然后 后来呢 我们上班是一个法会的 那个法会呢 啊 这个更精彩 怎么说呢 法会的时候 很多人分享自己的 学活的经验 后来呢 在师父还要出来的那一刻 在师父出来的那一刻 你懂我 我发现什么吗 我又闻到弹香味了 你要想想 在法会哦 是冷气欸 我闻到弹香味的时候 我就想 诶 是不是有人在 在烧香拜拜呢 在后台可能烧香拜拜呢 但是 不可能啊 没有人可能烧香拜拜 对不对 在一个冷气的东西 房间里面 然后我又 我们 我又不可以自我欺骗的 我一定要make sure 是真的是 自己闻到 而不是因为 就是不可以自我欺骗 后来我想到 会不会有一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他是 在这个法会 他是做摄影师的 他呢 手上会手着 经常会带着一个手链 但是是有弹香味的手链 我就想 会不会他在我的身边饶过 所以闻到弹香味呢 但是 那一晚我确实闻到弹香味 一闻到弹香味呢 我身体又发热了 然后呢 我又再哭了 又是觉得太 台长啊 观世音菩萨太慈悲了 我真的感觉到 观世音菩萨又在我旁边 后来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回到主店的时候 我的那个拍摄影的朋友 他就跟我说 丽米 我给你看一件东西 看张照片 我估计我应该在群里面分享过 呃 跟你们分享过这张照片 他就跟我说 丽米我给你看这张照片 你看我们人的头上都有光的 然后有两条乌法绳 还有一个莲花在前面的 在呃 就是台长坐的那个位置在前面 后来我就我就问他 哎 你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他跟我说 就是台长 还正要出来的那一刻 那也就是说 吻合了我 闻到弹香味的时候 然后我就问他 刚今天早上 呃 今天在法会的时候 你有戴手镯吗 因为你平时都有戴手镯 说 没有我今天完全没有戴手镯 我全身身上都没有任何个弹香味 然后一刹 一刹那我就很开心了 因为什么 原来我真的闻到弹香味 菩萨在我旁边 后来呢 去到纽约的时候呢 我也闻到弹香味 所以呢 现在我的感觉 你问我相信吗 我一百八千相信 还没有啊 去了九十九而已 哇 几十大分了我这个人 他去了九十九而已 天哪 然后 呃 OK 你们又闻到弹香味 当时很发现 很开心哈 OK 然后总之以后你们大家 如果闻到弹香味呢 你们一定有感觉一样 你们会 你们会觉得很 很很很 很不of love的 你们的旁边就很 你觉得 你觉得很多 爱抱着你们的 你们一定有这种感受 以后 这样来 那么我最后一percent 去了哪里呢 就是这个 上一个星期之前 发生的事情了 怎么说呢 因为我呢 三个星期之前 我磕磕得非常厉害 那我去看医生 怎么知道 医生给我吃抗生素 那个抗生素 吃到我吃错了 我的皮肤对他 产生反应 我全身都皮肤病 我的脸呢 你现在看到我脸很好看 其实之前三个礼拜之前 我的脸都肿的 眼睛都肿的 后来残了 小房子都念来不及 念不到 没有 我不懂为什么 我会这个病 然后我就跑去找卤医师 我去找卤医师的时候 我还跟卤医师说 卤医师 我对不起啊 让你看看我的脸 真的是脸都肿 很难看 你懂 卤医师跟我说什么 什么病呢 我没看过 多难看我都看过 你给我看吧 我就不要看 天哪 我的眼睛都肿了 对不对 都脸都 好难看 从来没有这么丑过了 我就跟卤医师说 怎么办呢 然后卤医师跟我 他给我一个药 他跟我说 你去查这个药 你什么都不要吃 不要吃 不要再吃皮肤药了 你把它断了皮肤药 然后呢 你试一下 断乳制品 乳制品 凡是不要吃 你去查我的药 后来呢 回到家之后呢 我就打掉表妹妹 我妹妹很厉害的 其实我觉得她 怎么说呢 因为我妹妹她 在美国环美上班 她全字就是念小房子 我在想啊 可能我的小房子不够 所以我的灵性来找我 其中之一 加上也是那个抗生素 后来这时候 我妹妹打电话 我就跟我妹妹说 妹 我给你讲一件事情哦 现在我要真真实实实实实实在的去 testing到底心灵法门是不是正的 你要怎么test 现在我的皮肤病你知道了 我拍过照片给她看 不是这个哦 很严重了 在我照片里面 我不敢跟大家写 我说 现在你可不可以帮我许愿 念21张小房子 我自己也念 当然我念的 没你那么快 如果这21张小房子 一烧了下去 我的皮肤能好哦 一定就是那个小房子的作用 一定是心灵法门的作用 I am sure 我在讲 后来她就说 好吧姐姐 你一定要答应我哦 我这次跟你念好 你要勤力念哦 因为我不是很勤力念小房子 因为我要上班 我很累 我一个礼拜 我才可以给三张而已 我去不到五张 她说 如果我跟你念以后 你会五张 你要尽力哦 你不要花时间去看戏什么 我说好吧 我答应你吧 那你就帮我烧吧 她真的是跟我念 她一天念五张 一天五张跟我念 她念得很辛苦 我真不敢相信 两个星期而已 我的皮肤 我的皮肤竟然 当然她念的时候 我自己也要做功课了 我呢 因为我家里有活台 我就 每一次大杯水 我都把那个大杯水 擦我的皮肤 这个真的很重要 原来 把棉花呢 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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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个很打扮的人 都可以 我相信你们都一定可以的 谢谢